接著就解答一些朋友關於飄本身以前做壞了眉毛 有沒有改變 首先第一條問題就是 以前做壞了高低眉毛 所以怎麼辦呢 看看你有多高 我通常都會叫客人發照給我看現在的狀況 因為我自己做到我才會幫你做 你做不到就連錢也不用浪費 我會盡足夠的 但不是每樣都能夠 如果你的高低是很重要的話 只有兩條路選擇 一我做完全的對稱 但你凸出來多出來的地方 以後要化妝去遮掩 或者你之前要先洗掉 如果不是 譬如你這裏是壞了的 我做一條好的 那你就有兩邊微微 所以你就要以後用化妝遮掩蓋 但如果你嫌麻煩 第二個選擇就是 我盡量 只可以盡量拉對稱一點 但我又要跟你的舊癮 因為你不想遮掩 你又不用又不遮掩 所以我只可以盡量拉平衡一點 但也不對稱 這個就是一些比較深的人 真的很明顯不對稱 但又不想遮掩的朋友的選擇 所以看看你自己想怎樣 第二 有什麼飄壞了的眉是不能夠的呢 就是如果你太深色 例如以前那些紋獸 可能已經變成藍色 或者變成很深的黑色 其實都沒有掉 因為飄眉 你只可以加上去 要不就加深過它 但大部分人都不喜歡深過它 所以要不就出去洗 要不就應該處理不到 要不就要接受深過現在的眉 但你又不想的 另外就是弧度 弧度差太遠 有很多客人跟我說 他之前做的時候 飄眉師跟他說 這樣才漂亮 等等 但他本身不喜歡 我再強調 無論你找誰都好 可以不找我 其實真的沒什麼所謂 但你找誰都好 記得調味是你的 你喜歡不喜歡 你應該要發聲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建議 但始終喜好是屬於你的 你那一刻已經看得不順眼 其實你回到去 你只會天天看 找到不順眼的位置 所以你一定要發聲 尤其是弧度 因為如果你來 你本身做得很彎 但你最尾其實原來要直 我是很難把你的彎 減掉變得很直 除非做得很粗 所以弧度差太遠 真的很難改 尤其是 除了你的喜好之外 不要太跟隨當下的潮流 因為前一輪 太多人做韓式的一字眉 但最終發現自己 臉看起來很大 很闊 有條眉好像很兇 於是就來找我改 但是韓式有時候 有些人做得太粗 尤其是眉峰的位置 有些人做得不太好 就起了角 很兇 又還沒脫掉 這些多了出來的位置 我真的收不回 總之如果你太深色 太粗 弧度差太遠 就真的未必能改 你就要等它自己 自然去到沒有顏色位置